好 同樣也是驚悚一瞬間 昨天晚間 臺南市市定古蹟林百貨 也發生外牆 崩落意外 當時大量實況砸往了路面 都只有轎車遭受的波及 幸好沒有民眾受傷 那麼這棟林百貨建築 其實已經有九十二年的歷史 先歷盡了修復 以及文創百貨對外來開放 但是不少地方依舊是保留當年的樣貌 這一回呢 剝落的雨遮板底部 其實也已經是九十多年前的舊有建材 意外發生原因 現在研判 可能是跟近期溫差變化大 熱帳冷縮有關 台南市中義路上頭 大量碎石塊散落地面 騎士小心翼翼離開現場 一旁還有人指揮怕輪胎壓過 才遭刺破 19號晚上8點多 台南市定古蹟林百貨 發生外牆剝落事故 大批石塊掉落路面 部分還砸中停放路邊的這輛轎車 幸好當下沒有民眾因此受傷 相關局數貨報遞達現場了解 擔心還會再有波落風險拉起封鎖線 也立即將路面的石塊進行清理 推測原因可能跟近期的天氣有關 最近幾天的那個溫差很大 那冷熱交替的結果 熱帳冷縮的一個所造成的影響 隔天一早工程人員趕緊檢查 其餘部分是否還有波落的風險 其實林百貨建築建於1932年 是南台灣第一間百貨公司 累經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 當時更曾被500磅炮彈擊中 雖然2013年完成修復 以文創百貨樣貌對外開放 至今又過了十年的時間 已經來到92歲高齡 這次波落的石塊不少部分 甚至都還是90多年前的舊有建材 這個水泥基本上它的重量就很重 它又是倒掛在那個樓板的下面 所以它很容易受到地心引力就往下拉 那現在掉落這一塊 這個地方其實是1945年3月1號 美金大風炸彈染的時候 有一個500磅的炸彈 炸在這個旅遊牆的後面 雨遮板底部洗石子所掉落的地方 其實另一頭過去就曾被炮彈擊中過 雖然這次發生了波落意外 但文資術詳調主體結構安全無余 未來也會再強化檢修工作 避免類似的意外再次發生 記者楊文華台南報導